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一次吃的时候 它太像水蜜桃了 然后也很甜 水分又很多 而且又说很多营养成分的东西 是从王老板开始种之后 才知道这个水果可以吃 不然一般都只会知道 有五花果干 五花果茶这样子 水果的话水分比较多 果干可能就比较不会 那么汁y的感觉这样 五花果在全世界的品种 大概有一百多种 我们台湾目前比较多种植的 都是我这种红色品种 就是波鸡红 波鸡红的话 它是有一些水蜜桃的蛋香味 清香清甜 不会太甜 因为五花果它是算是 很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如果你再以高糖分来讲 对身体就是有一个负担 所以我在挑选种植的时候 就是挑选这种比较糖分 甜度没有那么高的 刚好符合人体 五花果树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 成熟的果实软糯香甜 最怕碰撞 种植过程需要小心呵护 王老板为此特别搭建温室 以现代科技搭配细致人工 坚持友善耕种 提供顾客最安心的保障 五花果它是一个很有营养价值很高的 而且它连皮都是直接冲水就可以吃的 我们如果再利用施撒农药的话 我们没办法去达到我们这个营养价值 而且对人体会有一个负担 这就是我做五花果刚开始的理念就是 必须要用五毒的栽培 种植在温室里面 不会受外面下雨的影响 在病虫害防治目前比较会发生就是 粉剑壳虫 牙虫 如果有发生的话就是 拿牙刷把一些刷掉 不然就是把植株移除 勤加控制 细部观察 这样子才能够降低它的病虫害的发生扩散 你没有每天寻视细部观察的话 它病虫害一当获散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去防治人 像在土壤施肥的话 我都是在喷罐的时候 直接加到我们的水里面 做有机肥一起的喷洒 这样子我们可以省工省食 我们都是固定 这样子才可以精准的知道说 我们每一棵果树给水量是多少 达到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养分 甜度 因为王老板种植方式是采温式的 然后无毒胎陪 所以吃起来越来越放心 可以安心地买 安心地吃这样 对 家人其实都 尤其是小朋友 因为他这个本身 水果就不用兔子 没有像其他水果那么复杂 对啊 小朋友都可能 随便冲水一下 然后就可以拿起来吃 本身他是没有洗农药 尤其是我家里是有小朋友要吃的 给小朋友吃比较安心 我喜欢吃因为他很好吃 无毒种植的无花果 除了直接生食 还可以拌沙拉 泡茶 冷冻食用 晒成果干 甚至加入鸡汤 可说是变化多端 滋味无穷 通常会拿来当水果吃 它也可以泡茶 有时候就拌沙拉吃 对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网路上购买 倒是冷藏配送过来 然后也包装得很好 不会有碰撞的问题 在这边买的时候就 不会想要去第二间买了 因为很健康很安心这样 它口感上其实蛮像 水蜜桃跟软的巴勒之间 因为它其实是蛮甜的 对啊 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不一样 可能认为水果就是会酸嘛 它其实完全不会酸 也是朋友 就是他自己有买 然后买一买他觉得好吃 然后就送礼给我 我吃了跟之前吃的不一样 就是真的很清爽这样子 对啊 就从此之后 就都买王老板的 之前他们农友种的那一些 有没有 他算是没有在管理 那像王老板的话 他本身有自己的温室 控管都做得蛮好的 所以吃起来口感什么的 一定是大赢 目前的话我大概会以这样子的 经营模式在种植而已 一个人的能力还是有限 所以以这样子管理能够把它 品质管理到最好 可以符合基本上我们的顾客需求 这样就心满意足了 原本只能以果干模式进口的无花果 现在在台湾也能享用 果囊的投入让大家有了更多口福 也让台湾的农业生态更加丰富 幕志愿者 杨栋梅